《一帶一路》 《一帶一路》 Virginia 多謝你來和我們 就香港遠景問題進行這個對談 我想首先說我現在最熱門的 《一帶一路》 知道《一帶一路》其實是一個符號 你拿著它可以做很多事 對國家的發展是一個很長遠的策略 他們說完成要幾代人 要搞一百年的 香港的幾個企業家都聊天 大家都這樣說 一兩年來都沒有角色 不過你說中小企的參與 是未有久可以參與的 因為你現在的項目全部是央企先行的 你去巴基斯坦建港口鐵路油管 什麼時候輪到你中小企 我覺得第一是基建 第二是金融 下一步是專業服務 香港最拿手的法律服務 旅遊互相推廣 逐步禮 你說今年一兩年來是足小企 我看不到扮演什麼角色 你整個基金派展都是浪費的 怎樣使這些大戰略的發展 都對我們一般人 覺得完全無關 最近似乎多了很多新興的 即是要參政的組織 很突出的是 我們的年輕一代 就覺得他要參與 是 我覺得部分青年很焦慮 焦慮是出路的問題 沒有出路 你指 各方面的出路 你看看他的時代宣言 他其實 含蓋面很廣 對於現狀是不悔 所以他覺得 希望用一人一票解決問題 我覺得政改通過 都是刺激了這些 甚至刺激了所謂自主自決 很多人出來再講自決 自主 甚至再要討論香港前途 這個很危險 沒有再將香港前途擺上台 如果現在我們竟然會提到 2047 到底香港可不可以 和中國脫離出來 很危險 非常危險 不切實際 並且令人很擔心 外資都會擔心 你敢搞法 因為那個政改 普選的方案被否決了 在年輕人當中 他們在政治上找出路 除了這個因素 為何會回歸了接近20年 這個問題忽然間會這麼突出 尤其是在年輕人當中會這麼突出 因為有很多 當年背後有很多經濟民生的問題 譬如時代宣言說 他們窮畢生之力 都買不到一個居所 他們這樣計算 但這不是只有今天才這樣 我們當然不需要窮一生之力 看到會碰到錢買到 近年底的房價標升 還有一件我覺得令到他們的心理上不舒服 就是不僅僅國家的強大 國家越來越強大 不僅如此 他們覺得是一國兩制 兩制好像我們的政府代表不到香港人 香港人的聲音好像聽不到 那些青年人為何要搞到要自決 要敗脫國家 就是他們有些感覺 當然我不認同 他們覺得香港被矮化 在一國兩制方面 港人被矮化了 所以如果你問我現在香港管治最大的問題 就是對一國兩制有信心的危機 看我們今天說年輕人重症問題 我相信你都會和我們 我歡迎他們重症 你參政的那個真是訂磚 我反而覺得 歡迎 最好 我們不夠青年 世代交替應該的 你做助理 然後做區議員 做幾年做得好 做立法會議員 民建議員也很多 然後可以進去做正座副局長 已經有個階梯 所以我歡迎年輕人參政 都有市民問我 你是不是幫年輕人 我說是呀 但你知道我們沒有一個土壤 培養到具備的管治能力嗎 我覺得政府的政治任命制度要改 正座呢 我覺得人工過高 也不只是人工過高 應該是給機會正座做聯絡 他哪裏學到政策 其實梁振英生剛剛做行政 因為他說打散他的 應該是這樣 是嗎 是呀 但有些局長又抱著 一些富裕的正座 或者要益他 不想減他的薪 正座你才做聯絡 因為我知道正座做甚麼 其實正座都不打電話給我 正座其實是一整天來立法會 跟議員聊聊天 收阿楓 跟記者打牙交 你知道的 真的參與 是呀 不行 是呀 不夠 不如下一屆政府 再下一屆政府 應該有些甚麼主要要做得到 我想要處理普選的問題 如果是有普選呢 特別行政長官普選呢 怎樣都鞏固了 港人的聲音鞏固了兩制 就是我希望泛民不要只想 喂 那831 過半數千二人提名 我沒得玩 我不通過了 國家的發展和香港是有些矛盾的 我想特區政府呢 一定要有這個能力 處理這個矛盾 並要被中央政府 甚至港人都看到 我只是有問題的 但我努力去解決 還有現在所謂港獨 他叫你自行 自己搞 自己用你的方法 根據你的法例做 他都想你自己搞 你自己搞得行 你不會引致 幹如也好 什麼也好 你自己搞得行 強化自己的管理角色 嗯 歸根結底 似乎 一國兩制成功與否 現在就真的關係到 他的表現 他的表現 我記得你剛剛美國回來的時候 是 就是跟我談 成立智庫 是啊 當時呢 我是在搞政黨 政黨搞了一段時間 智庫我不知道怎樣 後來呢 你先搞智庫 然後呢 就成立這個新聞黨 搞政黨 現在我反過來 我真的要向你請教官 沒辦法說 政府是要聽多些外面的聲音 我們問題就是 就算CPU都不是決策局的內路來的 寫完沒有人理的 是 你要等於不同的意見 政府官員肯聽肯收一下才行 是 內地的部門 各個有自己的內路 你知道 是 外交部商務部 各個都有自己聲聽 你說得對 整體來說呢 我覺得特區管治上面 在政策研究上做得好 做得好 尤其是你剛剛說 就是難關的 沒錯做得好 聽不同的聲音都做得好 就算了 我們在家裡 很多人 聲音都封幫 好 現在 感谢观看